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楚楚彩签 我是楚楚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的哪些画材 来画这张小松鼠的肖像画的 在这个时间轴影片之前 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是一些什么材料 首先这是一张色粉作品 所以我当然用的是色粉 我主要用的是色粉铅笔 这个是Carpethello的Pastel Pencil 它是比较硬质的铅笔 所以用来画细节是比较理想的 我因为画的是写实主义的风格 所以说我用铅笔用的是最多的 然后这个是Condy Stick 就小小一支是Condy Stick 它也是非常硬质的 但是它和铅笔比起来的话 就是它没有像铅笔能够削到那么的尖 但是你也可以用那个小刀 把它削成一个铅笔的形状 然后其次是 介于硬质和软质色粉中间的是 这一个New Pastel 它也是像Condy Stick一样 它是一长条的 你也可以把它削尖 但是我是没有去削它 就直接用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比较软质的色粉 我有用到这个是Unison Pastel 然后这个是Dianne Townsend 然后还有我很喜欢的那个Geroid 其实这三个色粉你并不需要 其实这样作品完全可以 就是只用Pastel Pencil去完成 只用铅笔去完成是OK的 只是因为你要画到这个背景啊 有大面积的去铺色 如果你完全用铅笔的话 就是会很浪费笔形 你就一直要不停的削 不停的削这样子 然后其次还有就是我用的这个纸头 我觉得对于你用的是什么色粉来说 其实用的纸是更加关键的 我刚才忘记和大家说了这个Pen Pastel 我在画背景的时候 因为想要一个非常柔和的一个视觉效果 所以说我用了这个Pen Pastel 你需要用它这个Soft Tool 去就这样子把颜色弄到这个海绵上面 然后直接画到纸上 这个也是选择性的 你不是完全一定需要这个去完成这个作品 然后其次我刚刚说到这个纸头 这个纸头是叫做Pastel Matte 你能够看到它这张颜色是棕色的 是Brown的Pastel Matte 这个纸头的公司是叫做Claire Fontaine 然后这个纸它非常好用 它不会像我们真的说的那种纱纸 那么的粗糙 它表面是相对比较光滑的 所以你可以用手指去涂抹 我认为其实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就是浑色的工具 像这个Paper Stump 这个应该是很常用的 以前画素描的时候一直会用到这个 我觉得所有的工具都不如我们的纸幅来的好用 手指就是我们最好的工具 然后在这个纸上 如果你用手指去涂抹颜色的话 你不会让手指变得非常痛 如果你用的是传统的纱纸 就是Sand paper我不建议用手指去混色 真的你的皮可能都会掉下来 你画完之后 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第一支用GoPro制作的时间轴影片 开头做的并不是很好 是因为就是setting方面的问题 我不是很熟悉嘛 就是第一次用 但是后面的后半部分我觉得拍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作画的整个流程 大概的一个步骤这个样子 然后对我频道有兴趣的同学们 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 然后会多多努力 多多做出对大家有帮助的视频 大家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你想看到一些怎样的内容 我也会后续做一些就是可能 可能是教学类的视频这样子 好谢谢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楚楚 拜拜下回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请不吝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订阅 你太阳光了 我现在有点赞加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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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